各位亲爱的稀米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每周六晚 戏曲沙龙公益活动的时间了 欢迎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 京剧魁贝克城办的戏曲沙龙公益活动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很高兴周六晚我们的票用欢聚一堂 云平台上虽然说现在线下不能活动 但是线上的活动我们也能坚持了整整的一年了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感谢各位票友 各位西迷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那么众所周知 西曲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与古希腊的卑喜剧 印度的繁剧 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古剧 在世界的剧坛上占有其独特的地位 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 需要我们一起去传承 去发扬光大 非常高兴 今天本来这个时间按照惯例 我应该讲 接下来请出我们京剧陪陪课的某某某 但是非常可惜 花好月圆 春梦花开 春天的夏天秋天的尾巴 很多人要抓住 所以我们的美眉 我们的帅哥都相应比较忙 今天没有办法来主持 今天晚上的戏曲沙龙 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的 我这种天讲 我就是个备胎 哪里需要哪里搬 所以今天晚上 我来为大家主持 今天晚上的戏曲沙龙 那么接下来 我想第一个为大家请出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魏华老师 我们老叫他说 不要叫老师 不要叫老师 我们老叫魏兄 魏兄的 说起魏华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个老票友了 因为我来蒙特利尔二十多年了 我在十几年前 我们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们成立中华戏曲票友社 魏兄就是我们的骨干之一 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老的老票友了 他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一位老票友 而且他的那种执着精神 特别让我感动 各位大家演唱花脸的唱腔 魏兄是唱花脸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京剧的行当 分生淡静莫丑 这个静也就是花脸 是吧 这个花脸呢 其实它是其他的角色 所不能替代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这个演员呢 用各种油彩 在脸上勾画 勾画出一定的 一定的那个图案 介意显示这种人物的性格 特征 或者其他的特点 一般像我们都知道的红色 代表中勇 像关羽 黑色的代表粗犷 耿直 我们知道的张飞 然后白色的就代表坚硬的曹操 是吧 各种这种特质的脸谱啊 这观众一看就知道 大概是一个什么性格 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说呢 这个脸谱 它是塑造人物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手段 是吧 那么说起这个脸谱 花脸 我们很自然就可能就会脑海里会想到 一位黑脸啊 双眉紧皱 那个额头上画一小月眼 是不是 身穿黑满袍 头戴乌纱帽 这样一种 这样一位戏曲舞台上的形象 大家知道 包青天啊 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啊 现在社会也要有这么一种包青天 铁面无死 刚之不恶 是吧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魏兄为我们演唱的京剧舞台上 包青天的这么一位一个形象啊 啊 扎美案中的一段非常经典的一段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有请魏兄 哦 啊 啊 喂老师这个伴奏没有声音 伴奏没有声音啊 是什么原因啊 错在哪里啊 隧道 接好了吗 暴龙虹大佐 我再開放 我 尊丫生不满意 你莫要知名 曾记得端午日操伙天子 我与你在长方惩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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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已经他不知前来 我与你为什么不想忍 方法踏起我传了你 忍向你 我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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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try 铭马不经常演讲 铅有一瓶剧在工厂 人来看不了 香燕莊 父母 好 良心撒堤殘忆在苗堂江壮之鸭 只在那夜的大堂上 要紧要鸭关为难关 谢谢 非常感谢魏兄的精彩演唱 大家看到啊 我们的魏兄 我们说女士不报年龄 男士还可以是吧魏兄 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 你看那底气那嗓音是不是 所以说唱戏是一种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一项运动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 为了您的长寿 都来跟我们一起唱戏啊 欢迎欢迎大家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 非常好非常好 我觉得是越唱越好 这个唱戏一定要是不说天天唱 一定要经常的唱 而且这种公开的场上要表现 这样的话你才会有所重视 有所提高 非常感谢 感谢魏兄的演唱 好 那么我们欣赏了一段花脸的精彩演唱 接下来呢 再来欣赏一段老生的唱腔 老生我们讲 小生 虚生 这都是老生 是吧 在于生的这个行列里 那么今天呢 为我们演唱老生唱段的 是为我们的一位女老生 我们称为昆生 Ruli 这个Ruli呢 刚刚也是刚学没多久啊 你听看他那个网名啊 看他那个名字 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就知道 老戏迷啊 肯定是老戏迷 这诸葛亮的名字是不是啊 这就是个女诸葛呀 是不是 其实也真是个女诸葛啊 在我们京剧魁北克里头啊 我整天我们整天讲 他就是我们的点子王啊 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他为我们献上一段 经据文昭关里的一段 说起文昭关 大家可能都会有所了解啊 他出自于东周列国制 讲的是春秋时期 这个楚平王杀了这个吴子序的父亲兄长 吴子序逃出樊城 想投吴借兵报仇 来到这个昭关这个地方呢 但是关前呢已经摆了他的画像了 出不去 怎么办呢 他就躲在朋友的家里 伺机出关呢 是吧 结果一连的七天都没办法出去 这一夜把胡子都挤白了 是吧 这叫个一夜白须 所以又急又愁 那么这一段呢 一轮明月照窗前 就是表达的就是他这一种 又急又愁 我怎么办 我怎么样想方设法啊 这么一种心情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欣赏 如丽为我们演唱的这一段 文昭关 一轮明月照窗前 有请如丽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介绍 大家周末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 这段老生 提前预演一下 谢谢 请大家欣赏 我想说 我看你会不会想到这一段 我们会想到这一段 我可以设计 这段老生 我带来一段 我愿意 你 我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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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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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